在都根的時候一談都是10年 15年 如果像我現在64歲 那原則上有那麼重要 我的老王子在乎的家還有一個老王子 他告訴我說都根當然要走15年 我已經80歲了 如果能夠把時間縮短 程序去把它簡化合併 讓這個都根能走快一點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他就是推我的最主要的幫兇 他去跟蔣萬恩建議的還是怎麼樣 沒有 他反正告訴我說 你應該要去幫忙 他是支持你去 你覺得如果朱主席想選的話 應該排除他嗎 現在當然有很多人就在講2024 這一個狀況 我都認為反正 助度上去訂一個公平機制 那就按照那一個極致平身的那種狀況去做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看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為大家一起聊的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李四川 偉漢哥你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川哥你要再說一次 你才叫我偉漢哥 對啊 偉漢啦 好 偉漢 偉漢啦 OK 今天請到人稱川博的川哥 因為我都叫川哥 我以前就叫川哥 現在不會叫川博 這樣比較年輕 現在大家都叫他川博 川博是沈憶寧把我叫的 是喔 到高雄的時候沈憶寧無緣無故 把我摘了這一格川博 川博 所以出來的時候就開始高雄人 就一直稱川博 川博 那川博工程專業 從以前的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他的簡歷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川哥是這個 韓國瑜當時高雄市的副市長 全國熟知 周知應該是那個階段 可是先前從台北市的 這個新公署的處長 公務局的局長 國民黨的秘書長 台北縣的副縣長 新北市的副市長 高雄市的副市長 現在要繞回來變台北市的副市長 還少了一個行政院的秘書長 行政院的秘書長 對啦 國民黨秘書長跟行政院秘書長 都做過 還有行政院秘書長 就知道說川哥他的資歷有多麼的嚇人 那這樣繞來繞去 那做過 台灣唯一一個做過 台北 新北 跟高雄 三個直轄市的副市長 只有川哥而已 沒別人 有啦 還有一個做過三個的 誰 那個林慶隆 林慶隆也做過 林慶隆做過台北市 台南 高雄 也都是副市長 和副市長 和副市長 所以會被這麼多的市長 就是看中希望能夠當副手 表示說川哥你的這個 本職學能的專業 你的專業在工程嘛 對不對 做工的啦 哈哈哈哈 做工的啦 現在看我們節目一定有很多高雄的網友想要懷念 高雄的路 路平 燈亮 水溝通 結果呢 路平就平了一半而已 高雄後來 川哥這題外話 你離開高雄以後 就沒有照那個標準去鋪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高雄市民就反應就是 路看起來有兩種 不一樣 川哥鋪過的路 跟不是你鋪的路就不一樣了 但是高雄市的 這一個在市府的同仁 還是一樣啊 從承辦人到副市長都沒有犯啊 我去的時候 原來的這些人 我也沒有犯 那我走了 用的是一樣的人 用的也都是一樣的人 可是就是做法不一樣嘛 你先前有跟大家談過 就是你那個 鋪油跟鋪的過程 還有那個廠商啊 還有用料 要分開是不是 因為這個瀝青廠本身跟營造廠 在高雄大概會是同一家 在台北大概瀝青廠就瀝青廠 營造廠是營造廠 那會有什麼不同 那當然啊 你自己買自己的料 如果你沒有嚴格的管控 自己的嘛 就這個整個就拿來鋪啊 但如果我今天去跟瀝青廠買料 那原則上 你出的料一定要照我的標準 那個嚴格度會不一樣 所以當初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就從出廠的料 開始監控 那就開始檢驗 完了以後到現場去做施工 全部都按照步驟來 所以這一套做法 現在目前你又回台北市了 台北市你從以前在新公處公務局嘛 那現在再回來 因為你還沒有正式回去啦 只有一個交接的簡報而已 台北市的路你回到台北以後 你在民間企業上班嘛 你沒有問題來幫的嗎 對 你覺得台北市的路你有達到你的標準嗎 我都認為還有部分必須要改善 有改善的空間 要改善的空間 你又記得了嗎 當然比高雄還這個狀況是 整體講起來是好了很多 你剛去高雄的時候沒有到那個程度就對了 但是有一些確實現在 這一個必須還有改善的空間 你是聽人家跟你反應 還是你自己有走過你就知道 都有 我這個職業病我走過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路到底為什麼會走 你現在想要弄台北市哪一條 蛤 我大概不能講說我要去弄哪一條 但是我都在想說 像我以前大概在新北 我就去票選這一個城市裡面 新北市這個十大爛路 這個是川哥你以前 對對對 你首創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讓市民來告訴我哪裡做不好 對啦 十大爛路的票選 所以我到高雄我也想說 去票選20條大爛路 我們那個司機就告訴我說 不用選 不是啦 不用選 每條都是大爛路 就這樣來啦 那這次你回台北市當副市長 你還會再做這一次嗎 再來一次 不過我想大概新公署的同仁 應該都很清楚啦 這一個 哪一條道路 尤其是在台北市 本來就有養路對的這一個編制 他們每一條路大概會哪裡不好 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養路對 對對對 他們現在去順就對了 以前養公署嘛 現在養公署沒有了 還是在95年的時候回歸到新公署 以前路是新公署 養公署開 養公署養 對 那後來養公署就講說 你自己生就自己養 所以就全部都歸類到新公署 那養公署做什麼 養公署現在變 魏公署就變一個 他現在叫水利次吧 就變水利次 就跟汙水 以前下水道的那個部分 合併為一個處 聽川哥講鋪路 或者是說這個修馬路就非常有感 因為你是新公署處長出身 所以在台北市有很多的這個經驗 等一下我會來問一下 一關台北市鋪路的問題 我先問 為什麼這次會 我這樣直接看得快 因為其實我跟川哥一直都有聯絡 那幾次也問說 有沒有考慮要再回到政壇 就說沒有 第一個家人反對 第二個就 怕太累 第三個就是說 現在你在民間企業其實做得很好 我可以問一下你現在的職務是什麼 執行長 執行長 有比副市長的薪水多嗎 多了很多啦 多了很多啦 你這樣減薪來做這樣賣賣 多了很多啦 多很多 那為什麼願意回來 不過我想這一次 我事前還是不同意 因為我也跟蔣市長講說 如果可以找到 比較年輕的人 那原則上像我們這一個 當然從旁我們也可以提供經驗 不見得一定要去那一個位置 那第二個我現在在民間裡面 又跟人家當執行長 那原則上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進行的工程 我現在也沒有理由說 跟人家講說 要走就隨時就走 這個對一個企業也不合理 那川哥你現在的老闆是怎麼同意的 是 我們老闆 他應該也不想讓你走嗎 當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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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老闆還是說實在 他講 我犧牲最大他損失最大 你犧牲他損失的對不對 但是這個我們這個現在的董事長 當然我們那個林世 比較那個這個阿嬤 我們都叫他阿嬤董事長 他就支持我去台北市 他說他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是蔣經國 所以他告訴我說 在公司是小我 到這個 市府是幫市民是大我 大我 我太太後來也是這麼樣講 反正這個還是要去幫忙他 所以川哥你這個 你在企業那邊最後得到首肯 是因為那個阿嬤董 對啦 同意了對不對 對 去市府幫大家市民做事 對啦 就把人才貢獻出來就對了 他的紙張當然是這種樣子 但是從我因為這兩年 我過得多舒服 我禮拜六禮拜天 說實在晚上也可以好好的睡覺 手機把它關機 這一個也不會有 凌晨有打電話的那種狀況 我三四十年說實在在公務系統裡面 晚上幾乎電話是不能關了 手機不能關 有重大事情發生的時候要回報 主要凌晨或是過十二點 這電話響都不是好事 對 都不是好事 出事才會關門下來了 百分之九十九 那你現在又恢復 晚上電話不能關的階段了 對啊 要賠命 好那川哥從這個明年7月再回到市府 確實他本來已經沒有想要在 因為我剛講了嘛 從新公處 再講一次新公處公務局 台北縣副縣長 國民黨秘書長 高雄市副市長 已經做了那麼多啊對不對 所以說實在也沒有想要再回到這個公務體系了 可是蔣萬安他帶著他的這個懷孕的太太 就是市長夫人去 這也算是在情感上面也是有感動你的 你跟他本來熟嗎 蔣萬安 蔣萬安說是在上一次的他立委 選舉的時候大概頭一次的選舉 我那時候是黨的秘書長 他是在我的那個機制 對 在那個機制裡面的那種狀況去 大概那時候跟羅偉賢嘛 這個出選 對 辦了兩次的那種狀況 那時候我當秘書長 但他只知道說設計這一個提名的人是我 但中間過程本身大概他不曉得這一些過程 那過來其實我很少跟大家有這一個互動 沒有什麼互動 認識但沒有很熟就對了 對啦 認識 那在高雄的時候他大概有時候會 這一個去看看我們那個市政的那一個部分 其實大概很少說 那他是什麼時候去找你要當副市長的 選後多久 選後隔天大概就 選後隔天喔 打電話 那當然他這個 因為你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位置啦 對啊 副市長對不對 他告訴我說這個 這個希望我能夠去幫他啦 但是我跟他講說 我大概不願意再認公職 所以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這個是不是考慮個三天 我說不要 我現在三秒鐘就可以答覆你 我絕對不去 當場拒絕他 本來工程員臉就做我樣子嘛 想你也有答案就幫張漢 因為到25號是時間是相當短的 我們不要去浪費人家所長 他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他找人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第一時間 不是選前就講好了嗎 沒有 選後第二天打電話給你 沒有沒有 因為選前其實是後來 當然他這個希望說 我可不可以去陪他做這個掃接 那原則上說好 那我就去陪了掃接 選前有陪掃接啦 對 但是沒有講到他當副市長就對了 沒有啦 那個浮選反正我大概南北都有 都有啦 尤其高雄我還跑得更遠 你去幫忙的都當選了 我去高雄大概 最多的應該在議員啦 因為當初在那一年半 很多議員的 大家有感情啦 對對對 好那你當下拒絕了講完之後呢 他沒有放棄 沒有啊 他就帶他太太再去 沒有啊他反正這個 他也一直大概希望某人過去幫忙 還是相當的誠懸啦 好 所以川哥就最後被這個 蔣萬給感動 那這個川哥的太太也說 好啦那就是成就大我啦 犧牲小我 那除了跟蔣萬之間的關係之外呢 還有這個 這個是剛剛出現的照片 昨天晚上的 韓國瑜 韓哥他昨天好像PO了說 昨天晚上又去吃飯了 然後又有川哥在是不是又怎麼樣 那這是市府的例行聚會啦 對啦 對啦 這個大概一年聚會一次嘛 那這一次是 隔了比較久兩年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的關係 對對對 都是市長拿錢這個 他請大家吃就對了 對對對 那會不會明年就換你要出錢 因為你副市長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我們其實 平常有時候大概如果有聚會 會在高雄然後在台北 那不會像昨天來的人 大概這麼多 就幾乎全到啦 對對對 那這個高雄市政府 團隊的感情真的是很好對不對 很好很好 到現在都很好 是因為韓國瑜的關係嘛 就是他的個性 比較喜歡大家 對啦 朋友摳在一起就對了 是不是 現在已經 沒有感覺他什麼市長啦 反正 帶頭的那一個部分 那他對你來當台北市副市長 他有什麼建議或祝福嗎 他就是推我的最主要的幫兇 他去跟橋灣建議的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他反正告訴我說 你應該要去幫忙啦 他是支持你去的啦 對對對 好 那就是昨天晚上跟韓國瑜吃飯的畫面 好那當然你跟韓國瑜 你當他副市長 主席也是我剛剛講嘛 朱立倫 你當他秘書長 這川哥就是國民黨裡面的那一個 怎麼講就是樞紐 可以跟所有不同政政務都互動的 也都熟識的啦 每個現在在台面上都是我的老闆 但是他們都要拜託你 沒有拜託啦 這都是老闆啦 你可以看得到 都是你老闆 但他都要拜託你啦 因為你有專業 所以我剛剛我們講到那一題 我現在在Cue這個畫面出來 因為這一題在網路上可能你查不到的 因為大家知道說台北市的路亮亮的 因為我以前跑市府啦 20年前 所以我就一直記得說 這個事情跟川哥有關 台北市的 那個柏油路下面 晚上如果燈一亮像這樣子 我把它放大一點看 你會看到有點亮亮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裡面其實除了柏油 跟這些其他的這些 就是馬路的成分之外 他加了玻璃進去 幫忙去處理那些廢玻璃的這個回縮 為什麼會想 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 或者在這個原則上 如果說 當然在這個道路 後來去試辦完了以後 當然有人會感覺這個 可能這個價值 對眼鏡會有難 因為有人不習慣他亮亮的就對了 對 但是這個如果是在我們的公園 裡面的道路 或是像這一個腳踏車道的 那一個題外的這一些腳踏車道的 這一個 它會有安全性會提升就對了 它不是安全性 它會讓你感覺這一個 晚上如果有燈光 它就會類似像小朋友在玩那一個那種狀況 就讓這個道路變身的那種情形就是 整條路在走的時候亮亮的 這一個部分 它也不會影響到駕駛上面的這個狀況 所以後來試用的部分 大概都跑到公園去 所以反而變成是公園多就對了 公園裡面的那一個部分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我在台北市我也開車 我知道他那個 如果不是成分很多 佔品沒有很多的時候 其實不要太量是還好 都還好 但是也有開車的人反應就是看到 對 那這個為什麼做在台北市做 你後來到高雄市 或是在新北你怎麼有 不過高雄本來當初也有想法 要把它做這一個部分 那當然 當初在配合的那一個部分 大概 這個餅生的過程 可能他們沒有辦法去把 這個廢料餅生做到某個程度 讓我們去加在我們的駁油裡面 他是要把玻璃磨碎對不對 對對對 到什麼程度 到粉嗎 也不必要到粉 也不必要到粉 那會不會割傷或怎麼樣 應該不至於 不會啊 不至於 那這個就是說以後 馬路上可能用的不會多 可是就是 現在用的比較少 現在用的比較少 那你這是 如果用在公園裡面的道路 我都認為是相當不錯 而且小朋友去公園玩 會看到那個很好玩 就是亮起來 小朋友本來喜歡就對了 對對對 在不會影響行車的地方 本來會使用就對了 對對對 那剛剛川哥你講的那個 我就在追問 所以你這次回來以後 在道路交通這部分的話 你還會再舉辦 所謂的票選十大爛路 或怎麼樣 請市民回覆嗎 這個是當然以前做過啦 那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的行公處 其實很掌握的 所有的台北市的道路 哪裡不好 哪裡這個 都很清楚的時候 其實也不必要票選 你就本身該做的 知道就知道了 對對對 因為現在航運都有那個1999的系統 市民都會回報了 對啦 但是你就是 剛剛那句蠻重要的就是 台北市的路 應該還有在提升的空間 讓台北市的路會更好 一樣路平燈亮水溝透 一樣 一樣嘛 那當新北市的副市長 也當高雄 現在回台北了 你對於這三個城市 有什麼樣不同的看法嗎 因為你都 你心裡是長大的幫忙對不對 我都知道 對 所以台北市你也熟 新北市你也當過副市長 那高雄也是 那你對這三個城市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評價 或是什麼 你自己做官員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看你 從哪個 這個角度去看 從這個 大概市民的要求 那種狀況 當然台北市要求 會相當高 那 新北赤枝 高雄是 擔心熱情 這個是從市民的這個狀況 真的是這樣 就台北市民跟高雄市民比較起來 高雄市民真的就比較熱情對不對 他比較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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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冷漠 那會不會也就比較難取 取悅台北市的市民 就是要讓他做到滿意 但是不是壞事 因為其實市政在做什麼工作 其實都是市民在使用 只有他們告訴我們才會知道說 因為你一個觀點 不可能每個角落你都去過 他如果能提出來 不管是他是要求 或是他是反應這個問題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那你 當然啦 高雄面身比較感情嘛 如果大家都愛鬼就好 這個 這個南部人跟北部人有一點不大一樣 那你在高雄的時候 跟高雄的議員都很熟對不對 那現在台北市 對 因為現在突然臨時說要回來接副市長 台北市的這些 因為到時候到議會去 你也是在北巡啦 你跟議員啦 不小心跟你修理 你現在跟台北市的國民黨議員們熟嗎 應該 如果不熟也應該都知道啦 知道名字啦 所以我應該都知道啦 那一天 那一天這個有個議員告訴我 打電話告訴我說 阿川啊 現在 你離開這個之前 現在還留在議會了 大概剩下的只有兩三個而已 叫你阿川喔 那一定是很資深的 二三十年的老議員啊 七八戒了 七八戒了 他現在還是嗎 是 我才知道是誰人 那你就找這些 老議員幫你再之後熟悉下去好了 不過台北市的議員 我都一直從 不管在台北 新北 高雄 或是以前在行政院 不管在哪裡 反正議會或是立法院 他本來就反映這個市民的問題 那你當了副市長或是當秘市長 你就是要去幫市民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主要他是事實 而且是這個合理 那本來不管他用什麼樣的這個方式 提出來 你本來就該去幫他去解決 我不認為那一個有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未來川哥去當台北市副市長之後 議會那一塊應該不是你負責 我的了解 我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他還會有別的副市長去負責 就像現在 台北市之前的那個副市長三位 現在變成兩位 所以黃山山負責對議會 因為他本來就是議員出身 那之後呢 講完市長的市府團隊呢 負責議會跟議員的 也不是里斯頓副市長 會有其他啦 那那個人是誰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我要問一下 你對林奕華的評價是怎麼樣 你覺得奕華 林奕華你 如果以後跟他共識 如果有機會跟他共識的話 你對他的評價是什麼 不知道我已經跟他共識好幾次啦 因為這個 我當黨的民主長 他是文傳會的主委 那在新北當教育局局長的時候 我是副市長 所以能力什麼都相當的不錯 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 再補一個副市長上來 然後加你的話 因為台北市現在就兩位嘛 你會希望就是 台北市的人口再回到250萬以上 再增加一個副市長來幫大家負擔那個工作 不 當然如果能夠再增加一個副市長 也許對蔣市長在分工上面的那種 當然會有幫助 但人口必須回到250啊 對對對 那這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台北市的人口掉了比較多啦 可能也跟物價什麼有關 大家跑到新北市去住了 這個詳細的狀況我不曉得啦 但是從這個表面上看起來 可能這一次疫情大概在這個國外回來的 被處擠的這個過程 處擠的人喔 對 這些人也不少 處擠的人如果恢復以後說不定就 就回到兩個了 就又多一個了喔 對對對 所以台北市還有兩個副市長 未來啦 可能半年一年之內 大家就知道了 不過現在掛頭牌的就是李四川副市長 好 那因為李四川副市長他是工程專業 大家也非常熟知他在這個工程方面的這個長才 我知道因為回到市府之前 你要聽一些簡報嘛 昨天是不是才剛剛聽了大巨蛋的簡報 沒有錯 那聽完以後有沒有怎麼樣初步的了解 或是 我這樣問好了喔 川哥 因為蔣萬安市長是說希望上任一年 也就是明年的12月25號 以前大巨蛋就要啟用 那這是做得到還是做得到 有可能還是不可能 不過昨天的這個當然是主事第一次 大概詳細的狀況 可能我們進去的時候 還要再進一步去做了解 那原則上現在大概最困難卡的 這一個部分是在這個內政部的審查 那那一部分如果審查是沒問題的那種狀況 那回來大概我們就可以在明年5月 也許陸續所有的工程都可以完工 所以重點是在這一個審查 那當然昨天到底審查的狀況在內政部 到底問題在哪裡 可能我們細節還必須要再生日的再去做一個 這一個了解 了解完了以後如果有必要 可能我們還會被一起跟內政部做個溝通 那看看問題在哪裡 那反正回歸專類來做解決 內政部現在是要審查的那一部分 當然他有一些變更設計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他那個變更設計 如果他不審核通貨的話 他就不能去動工對不對 對對對 那所以他 我這樣講好了 這大巨蛋到底完成多少了 百分之多少 現在已經99.38 所以只剩一點點而已 只剩一點點而已 所以如果內政部審核通貨 也發以這個施工的這個許可 他如果審核許可 明年5月以前可以全部做完 對 民間的那個狀況大概在 那全部做完以後到 真的開放營運 或怎麼樣 旁邊還有飯店嘛對不對 還有商場 他明年的什麼時候最快 如果按照時刻 我們現在講不是說 叫李斯坦副市長 押一個什麼 日期沒有到怎麼樣 而是說 幫助觀眾朋友了解 因為我們對這個不太清楚 之前好幾年根本都圍起來了 對 這裡是怎樣 開室看到有一個大大在那大巾 台北大巾 但是因為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放 照這樣講的話 明年5月如果順的話 有可能百分之百完工 這一個 那還要怎麼樣 驗收什麼的是不是 自營運 你還要啟照嘛 要啟得使用執照 那使用執照 還必須要做一些消防的檢查 還有一些 該有的這一些程序 你才能拿到使用執照 那拿到使用執照你才能啟用 大部分就應該是這樣 那我看到有人在講說 那如果中央最後這個99%了嘛 最後這一%他不給你 他不給你省和通過的話 就會一直卡 不過這個就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現在進去 必須要去處理的部分 那如果在專業上面的那種狀況 大概這個我想不會說 這麼懶得去做解決 會因為要總統大選了以後 不過也沒有問題 講話案也沒有要選總統嘛 所以也不用去卡什麼 不過因為這個 如果大巨蛋真的能夠這個使用 原則上也是多了一個運動的場所嘛 那你花了幾百億的這個錢 就蓋了這個狀況 放在那裡一直不處理 也是一個市政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川哥之後這個是你的督導業務對不對 因為每個副市長他有不同的 大巨蛋就算是你的業務嗎 因為到現在我大概還不曉得我們怎麼分工 那原則上如果說在工程上有一些專業的那種狀況 我大概也會提供意見 如果講事要負責 我也會去這個 把這個工作攬在自己的身上 好 所以最後大巨蛋的這個 完工跟真的驗收完開放 可能就在你市長副市長的任內 這就變得有可能啦 對不對 不然你是你要做多久 對啦 你這次計畫有回來 你剛剛我們錄以前 其實川哥有偷偷告訴我說 其實他也沒有要做四年的打算 公司說好了就可以回來 公司還在等你對不對 你現在公司會另外找一個執行長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不知道 這個看這個老闆怎麼 那老闆有跟你講說 差不多做了傍晚就可以再回來對不對 當然他希望我早一點回來 好 OK 那這個大巨蛋的問題之外 我還要問的是都根 因為這一次的台北市長三位 陳時中 當然是十二位了 不好意思 那另外九位比較少 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黃珊珊 蔣萬安跟這個陳時中 那特別黃珊珊他跟李鴻元 部長他有提一個就是防災型的都根 那當然他們的那個理念 最後黃珊沒有當選 就不可能執行了 可是我看到川哥你也有在講 就是你對台北市的都根 你也是有想法的 你大概會是一個怎麼樣的計畫 不 我講說當然啦 現在有很多人都在看蔣市長說 這個一百天內提出最好的亮點 我也談過嘛 原則上說實在 台北市重大的建設幾乎大概做完了 在這樣的城市發展到這樣子的時候 你說再短時間馬上拿出你的亮點 大亮點 大概很困難 那都根就是現在只能去做翻新 這個整個城市的翻新 因為現在我們的老公益 那原則上說實在 如果這個老年人年齡大一點的狀況 他沒電梯 沒有電梯 那但是就想說要都根 那在都根的時候一談都是10年15年 如果我像我現在64歲 那原則上的那種狀況 我的老王子在乎都加入一個老王子 他告訴我說都根當然要做15年 我已經80歲了 蓋好也有都住不進去 動機都不強了 都根為什麼要那麼長 所以從都根裡面的那種狀況 除了當然李宏妍部長談的這一些的方式 這個都可以執行 但最重要的是時間 所有的建設公司 所有在談這一些都根的時候 如果能夠把時間縮短 程序去把它簡化合併 讓這個都根能走快一點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翔哥你剛剛講說都根有的15年是怎樣 就是從談都根到完成 怎麼會那麼久 因為你要每一家都同意 如果不同意就開始在那裡亂亂亂 又有抗爭什麼 談完了以後你還要進入審查 所以台北市的都根從開始 有這個計畫到最後真的完成大概要15年 一般建設公司談一個案子 最起碼都是10年之 難怪很多長輩他退休了 他住在那邊他算了他不要動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對不對 當然就是這種 因為想說15年我就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大家就不願意了 所以那你會希望是怎麼樣的一個時程 我想大概這個時程上面 一定要讓包括所有的程序 像如果能合併的就把它合併 當然現在台北市政府有一個168的制度 但是走起來 談完了大家都同意了 在這一走這個程序還是有兩三年的時間 那原則上的那種部分 如果說我們這個時間能夠把它盡量的縮短 那程序把它做簡化 那當然如果不影響到參理都根的這些民眾的潛意 那這一個才能推展的讓人家這個市民 願意有這一個想說那我參與這個都根 台北市30年怎樣才叫老房子啊 30年以上 40年以上 對 他當然現在有個微老啦 微老就是這個老房子本身上面的狀況 大概30年 40年的這一些的狀況 那都根因為他的容積獎勵比較多嘛 微老只有40 都根有50 那每一個人都會走這個都根 這還差10%喔 差10% 但是都根本身上面的那種狀況 這一個是 雖然是這樣 那政府為了確保這一個市民都根的這個潛意 所以他設計有失業計畫啦 要全變啊這一些這個 所以這個審查上面的那種狀況還是會有 那都根的時候要去暫時住哪裡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這個也bc 至於租房子對不對 對 一般現在的狀況大概都是 這個不管是建商或是你自己找的實施者 他會給你這個自己找房子 當然他會補貼你這個租金 那原則上如果能夠有安置上面的那種狀況 那當然是這一個會比較 先給他一個地方住三年 對 他之後會回來 他可能意願就會提高了 對不對 好 這個都根可能是個議題 後續我們再請教一次官副市長 我再問交通喔 因為內湖南港的交通 大家都知道也討論很多了 簡單講就是本來內湖南港並沒有 尤其是內湖科技園區 他並沒有預計會有那麼多人在那邊 那現在反正總之就是人那麼多 交通也都卡住了 這個未來台北市政府有什麼解放嗎 不是 這一個說實在 我對這一塊還沒有很深入去做這個了解 那原則上的那種狀況 硬體的部分大概已經繼承在那裡了 反正能走的道路 橋樑 高速公路 大概就是這種樣子 所以可能我們進去的時候 可能從管裡面的部分 能不能想一些 這一個大概可以去處理的部分 當然現在篩 是不是能夠讓它有一點緩和的這一個部分 那可能要從管裡面先行去做一個處理 那如果有必要在工程上面 必須要去施工或是去設計的部分 可能進去我們再做詳細的這個要解 但那個吳殷隆在講說 把總統市長遷走以後 內湖交通就整個開了 這個你有認同嗎 這個大計畫我沒有去給它詳細的狀況 我也不能隨便打 好 OK 那在這個交接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幾天都要聽報告嘛 你覺得柯市府跟這個蔣市府這樣交接的算順利嗎 應該很順利啦 因為朋友市長說實在我們也都是老朋友了嘛 因為每天都要 傳哥因為你不一樣 你跟每個人都老朋友嘛 對吧 你跟國民黨內的這些也是老朋友 藍綠其實也是老朋友 因為你是專業的事務官啦 對啦 對不對 雖然你現在是政務任命 但是其實你是專業事務官不一樣 對啦 這些沒有這麼樣的 那一天當然 彭河市長這個因為事情請教 回來他有一點這個 因為媒體我都跟他講說 你不要在意這一個啦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 假設像 你說內部交通 大雞蛋 他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那市政本來就元席了嘛 有問題 當然換我們 我們還是要去幫他做個解決 那個才是交接的重點啦 對 台北市其實都已經文官制度很成熟了 對 這些在台北市府的這些員工 他不會因為換那個市長怎麼樣 他們該做的事情就做 沒有錯 所以台北市政府其實水準稅很高 我以前是跑台北市政府的 但是這個錢的問題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 好串哥好 就是大家在講 這個熊好勸喔 柯市長因為現在馬上要卸任了 是沒幾天 可是他最後 最後一波 又多花了一些 那導致於有八千多萬元的 這個超支預算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影響到之後 你們蔣市府在使用上面第二月備金變少 不過這一個我不曉得他的錢 到底是 這到底他應該是發在今年吧 應該是今年的這一個預算 那我們大概是明年的編列的這個預算 可是你們有下半 你們 二備金本身上面的浪狀況 如果今年你沒有發到他 明年還有明年的 因為像 除非你已經 這一個花包必須保留部分 不然沒有這一個部分 大概就不能保留到那一個 所以不會影響到這個明年的狀況 好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看 川哥都是很務實的 什麼問題就是 解決問題就好了 不要有太多政治啦 對啦 那你來當台北市副市長 你有沒有自己 除了您剛剛講這些 幫忙講市長之外 你自己最想要 這次回來台北市 最想要做的事情有沒有 最想做的 不過當然 這個市政裡面的事情 太多了 你說我想做哪一些那種狀況 那我一直在 當然 這個也許這兩年在民間工作 那當然在公務上面的那種狀況 我都一直在想說 這個政府如果能夠 這一個 有一些可以改善空間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去 這一個讓這個政府的效力能夠提高 我記得有一個 這一個我們這個建商的老闆 有一次我們聚餐喝酒 當然他也喝了一點酒 他會跟我講說 我怎麼跟你說 這個 我發覺 我們建設公司的敵人原來是政府 我說為什麼是政府 天天找我們就麻煩 讓他更生氣的 是回去看到財報的時候才知道 政府也是我最大的股東 因為我賺的錢都被他稅金擴住了 全世界哪有說 我的股東天天找我公司的麻煩 這個就是現在民間業務上面 這個最大的心聲 那從這裡的時候就 我大概在蔣市長的這個進選 前一天的這個選選之類我就講說 我想幫我們員工的 這個事務員工的這個同事好同事 找一個好老闆 這個好老闆不是對他這個我們員工有多好 而是做他的靠山 因為說實在我實際上講說 台北市的公務員員都是相當優秀 重點是我們沒有創造讓他敢做事的環境 因為在台灣的公務員員真的很可憐 動不動都是圖利 今天這個在議會被罵 明天查等等的狀況 所以現在每一個人主要不吃事就好 我就鎖了這一個部分 反正我也不必要大膽的去做事 多做多錯 不做不做 所以產官變成是對立 其實川哥的意思是說產官應該要合作 你 教育更好獲利也更多就對了 更合法的情況之下 那你很簡單 這個廠商本身上面的時候 如果他的獲利 那繳稅還是繳了更多 那第二個 政府就有更多財源可以去建設 你政府政府的政策 你訂的法規是要給他們去執行 但是你從來都不聽他 到底他們的困難在哪裡 你一聽他 你又去參加誰的 你跟誰見面 這個都官商過節 就很奇怪說 後來就越左越離開 你自己訂的這個政策就聽你自己的 他做他的 每一個人這裡天天罵你 你也不管他 反正罵是你的罵 這個都不是正常的部分 都不是正常的部分 所以政府本身有時候說實在 也必須要去了解說 那到底民間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講一個例子 剛才你在談大忌憚 對 我談小忌憚 因為那時候說 我們當總播的時候蓋的 人家小忌憚 每一個人聽到的都說 哪個歌星要去 在那裡辦演唱會 他最大的目的要幹嘛 這個本來就體育館 就是要比賽 我現在的老闆是奧會的主席 他每次都跟我講說 你那個小忌憚 明明是這個體育館 體育館的時候每次的比賽 沒有人敢在那裡比賽 為什麼 因為付不起資金 你說來的這個錢 都沒有 那個民票都沒有辦法付資金 那你蓋了一個 這一個小忌憚在那裡 每次比賽的時候 都是用公益時間 他也不收錢 那一個我也不付資金的那種狀況 那才能進去那裡 那你如果是政府的觀念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去推動說全民運動 這一些的那種狀況 你看我們最近那個足球 你看我們晚上看到一點多鐘 還在看 那台灣你看一個這麼好的 這一個小忌憚在那裡 那原則上你主要辦演唱會 主要有幾個公益時段的時候進來 不然就空在那裡 那如果完了以後說 他有收民票 你圖利他 你資金怎麼收了這麼那個狀況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敢進去 因為收了民票根本付不起那個資金 那類似這一個 政府有沒有比較大膽的 可以把這個觀念去做個改變 讓他如果假設 這個政府蓋了12間的運動中心 不是也是這樣嗎 鼓勵人家去運動 那這個對健保 這一個是那個 多運動少看醫生 對對對 本來就是這種樣子 所以川哥最後講這一段 我覺得也滿有感 因為你自己到這個民間企業去做事情之後 你把你的當官跟當這個執行長結合在一起 其實產官不應該是對抗的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台灣政治的 這個鬥爭比較激烈 競爭比較激烈 所以常常就綁手綁腳的 大家互相保持距離 那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效率就減弱了 效能就減弱了嘛 好這個我相信這個 川哥今天舉這個例子出來 大家聽聽應該有感 然後最後問川哥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 禮拜天以後你就當副市長了 以後就專心市政嘛 因為你當過國民黨秘書長 也當過行政院的秘書長 我頭頭問你一句 你看國民黨的 因為這次選得很好 那2024要怎麼樣才能夠繼續贏 你有沒有什麼樣 國民黨怎麼走會比較好 因為你自己也看了這麼多年了 那如果怎麼樣走 可能就最後賴清德贏了 國民黨應該怎麼走 不過因為兩年多來 說實在我已經很少太激烈了 其實說實在這個 偉安應該很清楚 我談對政治真的沒有一點興趣 但是我一直 這一個也許做工程的人就這樣 這一個該怎麼做面對問題 那你去解決問題 那現在當然有很多人就在 這一個講2024這一個狀況 我都認為反正 制度上去訂一個公平機制 那就按照那一個機制 本身的狀況去走 那該出現的人 那原則上 這個就全部去支持他 不要去設想 沒有這個撇開私心 最起碼去團結 才是最重要的啦 所以就辦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初選 是不是 你也是這樣要選 因為要不要 可是國民黨 傳哥我這樣問 因為國民黨每次初選就 大家就去收拾 初選之後就傷痕累累 好像就 有人說用徵召 或者直接怎樣 不是 但是你民主制度就這種樣子 你不能說因為 這一個 因為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就不來 那用徵召 為什麼徵召 你不徵召我 那這個都會有很大的 你覺得要辦初選比較公平的對不對 我不認為叫做所謂初選 只是說 提出一個辦法 最最提出一個公平公正 大家都能夠認同的方式 那就去做這個 最近看做民調的話 最高的是侯友宜 然後另外郭台銘不是國民黨員 他的民調也不錯 他朱主席的民調比較沒有那麼高 可是他以前是你的好夥伴 你覺得如果朱主席想選的話 應該排除他嗎 很多人講說不要啦 你不要川選 你自己是總教練什麼的 你最後我問這題就好了 你的看法是什麼 不過 其實說實在 這樣講說實在也不大公平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參選的 他應該也是有資格可以參與就對了 他不只有資格 他也有權力來參與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我剛才就講過 只要在一個公平公正的機制上面 那反正如果說他起勝 那原則上你也不能排斥他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起勝 那大家就支持這個產生出來的 這個品質最高 不管你是用初嫌 用什麼樣的那種狀況 就全力支持他 這樣就好啦 好 OK 政治我們就不要多問川哥了 好好的做工程 好好當台北市的副市長 那川哥回到台北市 台北市民有福了 今天非常謝謝川哥來到下班和你聊 下班的聊聊 下班和你聊 我們下次再聊 好 謝謝川哥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請大家歡迎大家加入 下班和你聊的會員